字幕作词 李宗盛 现在我的头发湿了 都知道我教大家摄头了 大家会否留意到 近期韩国的女生很流行波浪的头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摄的 首先有点工队 大家应该没见过这些刀 这个是我们平时的圆形 但这个是三排的 我叫做孖条 一会儿就教大家如何用 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们设计之前 都忽略我们头发的护理 尤其是我经常电 又染 又跳 又熟米 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的话 头发都会很伤 大家可能只是着重了 这个头发的尾部护理 但大家有想过 其实我们头发的根部 这些位置头皮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发尾很多时 常常用一些Toms 弄得很热的话 头发都很容易很干 和开叉 另外我有一支 是一个Lifting Conditioner 其实这个是可以 保护了我们头发先的 我们都可以湿头 或者干头发擦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都是着重于我们的面部护理 有很多护肤菌 在臉上 但是大家很多时候 都忽略了头发 那大家都可能 常常令到头发受伤 自己都不知道 那折断得多的话 其实那些头发 生出来不健康 很容易令到毛囊 会阻塞了 我们不会再生头发 所以头发护理都很重要 我们塗均了之后 就可以吹头了 可以分开你自己喜欢的界 我平时分开中间界 我也是分开中间界 那我们设置的时候 就分开Session Set 我自己就喜欢分三部分 因为三部分的软度 会比较好一点 自然一点 如果太厚的话 其实头发受不了热力 出来就效果不太好 那就先夹皮 先夹皮了之后 记住我们梳顺头发 才开始去设置 那我大约就是分 那么长度 那么阔度 这个阔度 我可能大约一个手指位的阔度 就开始设置了 设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轻微微拉出来 这样 然后再设置 因为其实这个CAM也挺阔的 如果不然 不小心 可能拿到自己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大家夹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们夹下去之后 我们给一点点力 按一下中间和旁边的头的位置 这样的力度就会好一点 如果不然你太小力的话 就夹不了弯的了 好去一会 我想大约10秒左右 之后放开 那你就会看到有点波浪和音量 夹完这部分之后 我们就不要放手 先继续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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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再继续这部分 然后再继续再继续这部分 然后再继续这部分 那您可以看到一个波浪的适量 这样已经继续了 夹完这部分后,先放一放头发 我把这部分剪好后,先夹一夹 之后,做到下一部分 剪完后,就可以继续,像刚才那样 我们将它拉高一点,大约90步角 再夹 如果你不想这么弯的话,大约快一点,7-8秒 你想弯一点,时间久一点,10秒左右 其实已经是缺乏了,不要太短了,不然就不要装头发 第二部分,已经完成了 这个其实平时上班,或者外出派对 其实都很好,因为这个头发都很改变 不需要特别技巧,只不过你受热的程度 要平均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说一部分10秒,另一部分5秒 因为波浪不平均 你把头发出来,都做得不漂亮 现在做了三分之一 后面还没做,另外那边还没做 大家都会看到,如果我用手轻轻捅一捅 再松开 看到两边,这边的头发就会松开很多 而且感觉很波浪一致 记住了,大家的头发是分开三部分 由底开始,底中间,面那一层 就可以设置到这么漂亮的头发 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等我再设置这边,再给大家看完整的作品 很快了,大约5分钟左右,我的头发已经设好了 大家设置头发的时候要注意 要留意头发之间的距离 大约5cm才开始夹 不要太紧夹 因为太紧夹的话,这个位置很贵 看出来就不太漂亮 然后我们轻轻地弄松 刚才的精卖也有少设定的作用 所以我自己就不会再噴汗水 因为再噴汗水的话,有时会感觉太重 头发很大 所以我最喜欢松一点,我轻轻握一握 就可以做到一个很漂亮的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